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识就是金钱 知识就是生命 知识意味着一切 你怎么才能中专呢 我中专可毕业了 知道你毕业了 还是的 中专够用吗 毕业之后我小工厂我上班现在 打住 我那工作也 别提了 小工厂 现在哪位还在小工厂上班 那都从哪上班 人都去大企业 大企业 在这大企业工作 工作条件数是待遇也高 我的待遇也不错 是吗 一个月也一千多块钱了 一千多块钱 那还少啊 一千多块钱只能维持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平了 谁说的 谁说我生活水平低 不相信 当然了 别让我问住了 怎么可能问住呢 我问问你 你说 你现在还住原来那房子吗 你这倒是没搬家 你让各位听听 这还说生活水平不低呢 怎么了 都什么年代了 他还住房子 什么年代也不能趴在马路上 他还住原来那房子 没告诉你没搬吗 他原来那房子 怎么样 您各位不了解 您给介绍一下 小平房 这倒是 七平米不宽臭 怎么住您说 姐姐能住下 姐姐 最近听说又要拆签罪吗 接着通知了 你说真要一拆 喂 你们签哪去 签哪去 那就搬哪去 搬哪去 买房钱够吗 攒钱啊 攒钱了 新房啊 你这一千多块钱公司 要攒了钱 可胜不下什么了 胜钱干嘛用 其他方面生活水平就下降了 还有其他方面 有什么方面 现在衡量一个人生活水平 得看这么几样 你说一说 除了房子 还有 看有没有车 得有车 手机 电脑 对象 对象 这几样 哪样你有 哪样我有 哪样我都有 都有 都有啊 车你有 有啊 你有车 自行车 自行车 我骑车来咋 我告诉你啊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还是的 停电视台门口了 就是啊 就他那自行车 还不是好车 车一般 破车 上回我用了一次 他骑过 骑了一圈 比我扛一袋面都累 您说是我骑他 还他骑我 我跟你这么说啊 车买的二手车 找我门口有个修车的 师傅 人家失的失的 手艺不行 不能怨我呀 这车嘛是二手的 不怨我 不怨你 对 手机你有吗 手机我有啊 手机你有 谁没手机啊 对对对 现在人手机功能可多了 有什么功能啊 人家手机能看电影 你能看吗 看不了 人家手机能上网 你那能上吗 上不去 人家手机能照相 你那能照吗 照不了 人家手机能打电话 你那能打吗 打不了 打不了电话 那是手机吗 什么的都说 能打电话 当然能打了 辐射太大 怎么还有辐射 上回我用了一次 说了没有两句话 怎么样 北美某给我们了下半了 这好 你说这至于的吗 你说你这是手机 也是打火机 你这也太夸张了 这手机 是那修车 那师傅处理给我的 这他卖给你的 他不用了 这不好 电脑你有吗 电脑真有 上我们家 你不看见过吗 对对我看见过 是不是 他有电脑 上次我用了一回 你看看 下载一个电影 还能上网 出来那人我一看 怎么样 跟那提线木偶一样 看这种味道 别学了 电脑质量不太好 我说修车的 师傅没事 给我攒的 他不是专业 修车的给你攒的 还差一点 对象你有吗 对象可真有了 对象有 真有啊 这还让我说出来吗 你不说不行啊 就他那对象 怎么了 您各位不知道 上回我见了一次 对啊 呦 那个漂亮的 这个寒碜的 什么叫寒碜的 什么叫寒碜的 说句不客气话 就是一恐龙 什么叫恐龙啊 现在管那个 长得难看的女生 叫恐龙 这叫恐龙 你说你天天 跟这恐龙在一块 你受得了吗 我呀 我受得了 你是受得了吗 受得了啊 别人受不了 别人什么事 就因为你天天 跟这恐龙在一块 怎么样呢 你知道别人 背地里叫你什么吗 他能叫我什么呀 都叫你反恐精英 这什么外套啊 这都是 那跟恐龙在一块吗 那不是讲话吗 我跟你那么说吧 你们看 我那对象不太好啊 我那对象 就是修车的 他闺女 嗨 我说他那点东西 全给你了呢 没便宜外人呢 生活水平低不低 你要这么说 确实还真不高 知道为什么这么低吗 什么原因呢 就因为你没学历 是 现在知识经济 高学历就有高收益 我问问你啊 这高学历高收益 我可同意 是 咱们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也需要高学历的人才 这话对 不过不见得每个人 都得有高学历吧 比如说我吧 我小工厂上班 我中专学历够用了 再往高速考 没有用了 对你工作没帮助 对我工作能有什么影响 虽然对你工作没帮助 但是你考个学历 一样能拿着高收益 是吗 不相信 不相信呢 现在社会上 很多事都是这样 你能举个例子吗 您比如说 找工作看学历 找工作 平直称掌工资看学历 就连搞对象都看学历 我一样一样问问您啊 这个找工作跟学历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是吗 大伙您都知道 一进招聘会 一般立个牌子 一般的企业写着是 怎么写 本科以下 免谈 免谈 你再有能力 他免谈 你去得了吗 对没办法了 还有那好一点的企业 立个牌子 写着是 写着硕士以下 免谈 要求更高了 还有那更好的企业 立个牌子 怎么写 写着博士以下 免谈 前两天我门口开一公司 人写着 是人就免谈 是人就免谈 那还招谁去 招那不是人的 什么门 招不是人的 招那不是一般人的 这就对了 反正这得要高学历 这有关系 那这个平时称 涨工资 这没多的关系了 也有关系 这也有关系 现在平时称 涨工资都画杠 什么叫画杠 说要涨工资了 先画一杠 博士的涨1000 这么个画杠 再画一杠 硕士的涨750 对少点了 再画一杠 本科的500 500 再画一杠 到你这了 你算算你多少 那我250 你这没有啊 这拿我开玩笑 这是 你是不是比人拿得少 你要说钱 确实拿得少 有关系 有关系 这俩都对啊 可是这对象 这跟学历可挨不上了 搞对象 那更看学历 是吗 现在一般搞对象 先不看什么模样 个头不看这个 这都不看 首先 先要学历高 先看学历 学历高才工资高 是 才待遇高 才血压高 血压高 那是病 你知道吗 反正要高学历 要高学历 你们家就有证据啊 怎么证明的 你看 你哥哥 我哥哥 原来跟你一样吧 中专啊 中专 没错 后来人考了个学历 你看人的媳妇 怎么样 都漂亮 长得确实不错 都漂亮吗 还怎么样呢 工作还好了 介绍一下 公务员 您听着工作 你叔叔 考了学历 他媳妇是 外企的白领 工作多好啊 你舅舅考了学历 他媳妇 部门经理 您听听 你姥爷考个学历 他媳妇 你姥姥 这不废话 我姥爷的媳妇 可不我姥了吗 这个 你姥爷上学 属于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这个范畴 性质不一样 不过他有了学历 要想换 照样换个年轻的 漂亮的 没听说过 我姥爷过年72了 还换年轻的 像话 72有什么 72有什么了 怎么了 现在有学历 82也找不年轻的 对 对 你这事干什么 这还真有 反正 得有高学历 还得有高学历 现在结合我这个情况 不能怎么办 你先考一本科 我来本科 本科考下来 我估计你 国内大企业上班 没问题了 我就大企业了 月薪 多少钱 5000 起码5000 一个月 5000块 对喽 翻了五倍 真不少 到那这 你这房子 房子还要啊 房子得要 我得住 卖了 买新的 住新房 有钱了 那我那自用车呢 扔了 手机 处理 电脑 捐线 对象 送人 送人呢 对象能送人吗 送他走人 那我没对象了 你有钱了 再找一个 还能找一个 你到那这 有学历有钱了 怎么样呢 就不找一般的了 那我 你得找个好看的呀 好看的 漂亮的呀 你去吧 上哪找去 告诉你啊 你说 你就上这个 中央戏剧学院呢 北京电影学院 上那找去 这俩学校 漂亮女生多呀 是啊 到那 还得找一个院花 院花 什么叫院花 就是最漂亮的 这院里最漂亮的 叫院花 对 花钱把他包了 我包了 你把他吃饭包了 你把话说清楚了啊 你天天请他吃饭 天天请 天天跟他聊 对 一来二去 是日久生情 没错 就不能光吃饭了 还怎么样呢 你进公园了 上花园 到公园找一大椅子 你坐这边 他坐那边 然后你们俩人 我告诉你啊 去去去 嘀咕什么 这 交给你啊 不用一交 我比你有经验啊 你有学历 找这好对象 多好 这还真不错 你让我坐 这本科 大企业上班 一远五千 买心房 换对象 我问问你 你就是说我要考一硕士 硕士那更了不起了 硕士呢 国外大企业你就可以去了 出国了 你一个月少说一万 一万块 那要博士呢 那得三万 那甭问了博士后的五万 没问题 那我要博士后后啊 我们俩六万 我拿七万 我拿八 我拿九万 停吧 停停停停停 不能拿了 你已经像过了 好嘛 打麻将了 像话嘛 哪有个博士后后啊 我努力学习啊 高学历高收益嘛 到了博士就可以了 不行 不行 不知足 高学历高收益越高越好啊 越高越好 考完博士后还得往上考 那就第二学位 这叫第二学位 那好 考完第二学位 我得考第三学位 第四学位 第五学位 那你还得考第六学位 第七学位 第八学位了 对呀 到那时候 你既有经济学学位 又有管理学学位 有 什么叫天文地理 物理化学 政治体育 你都有学位 等到那时候你呀 我就赚大钱了 你就该退休了 哎呀 谢谢大家